大刀 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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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是四金猴 守风暴兽 他们不能飞天 如何能进入这山谷之中 滚开 这些四街魔兽 竟能在我的威压之下坚持一瞬 有些古怪 这里以前倒没有什么魔兽会打足 没想到几年没来 竟变成一处兄弟了 走吧 那我们暂且住在这里吧 捡漏了点 你能习惯吗 由你相伴 谁拿我的习惯 世光飞逝 这里依然如初 小一仙 你究竟去了哪儿 没想到这里 还有人住过啊 不 小心 门上有剧毒 看来真的已经有人霸占了这座山 此人极其擅长使毒 一旦沾染上 会很麻烦 阁下 若你再不现身 我现在就将这山谷毁掉 为了此特伙 今天一三年 就永远留在这里吧 刘相 可还没有人够资格对本王说这种话 好烈的毒 竟然连采灵的斗气动了服饰 施死之命离开山谷 否则 今日不管你走还是灵 你这条命 本王要定了 这人究竟是谁 如此强悍的实力 不可能是极其无名之辈 可我为何从没听说过 这家伙好强 居然能和采灵接他这么久 而且他身上的味道好怪 闻了后头好晕 不能再让他继续散发毒气了 不然子言会有危险 剑 编住不息 待在这里不要乱到 阁下究竟是谁 你太刺激 这位朋友 在下硝烟 此地乃是我与一位好友找到的 这主人家可不是你 硝烟 好友 跟他废什么话 此毒虽然诡异 但本王要拿下他也不能 敢问阁下明慧 硝烟或许听说过 你二人实力强迫 或许不受毒素影响 但那小女孩不是 这剑烟 可解开体内之毒 此地既然是你与好友所失 那便还给你吧 小眼 我走了 不要来找我 小一仙 是你 彩琳 找我老皮 小一仙 小眼 小一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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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应该是我多年不见的好友 这人一身独工 诡异莫测 先前与他交手时 便察觉他时而清醒 时而迷茫 精神极不稳定 或许 这便是他不愿见你的缘故吧 他为何会是如今这副模样 难道 恶难毒体 他已经走了 回去吧 子言还在山谷里呢 小义仙 我不知道这些年 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我当年便说过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硝烟 都会视你为朋友 这承诺 从始至今 未曾有过丝毫动摇 小义 没想到会再次遇见你 也快会不见你 我只是想让你永远只记得 那个善良的小一线 而非如今 受染无数血腥的 毒女 希望我们日后不要再碰见 我的命运便是如此 在恶难中生 在恶难中中情 何辅难中生 以为如此 将肃 coração inho 糟了 怎么样 找不到不对劲的地方 那毒气隐藏得极深 我炼制的解毒丹 竟对这毒气没什么效果 你要用他给的东西 谁知道那家伙给的 是不是真解药 万一出了意外 害了子言 他不会骗我 而且 不使用这个 你还有其他办法吗 我 我 我怎么了 你刚中了毒 才吃下解药 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 有些饿 走 我带你去找吃的 小爷 你和我们一起去吗 你们去吧 我需得抓紧时间闭关 好吧 那你赶紧突破 然后给我练好吃的 知道了 知道了 我说你回来 你来自我 我发现了 我说你 你让我看你 我看你 你让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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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你让我看你 哦 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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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差林姐 我 终于开始紧接了 那 那 那 我 我 我 那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黄鸡蛋药性真是霸道 好在我及时散谎 没出什么叉子 不过贪心了些 舍不得最后一副药材 结果气息不稳 引发爆炸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紫妍所谎 他要进阶了 他化剪已经好多识人 到现在都还没有半点移动 看来这进阶时间不多 你的气息也越来越虚浮不定了 体内的斗气时强时弱 怕是很快便要突破到斗黄了 这次脸蛋对我的好处不小 据我所料 这个突破契机 很快便会到来 窦王与窦黄之间的差距极大 想要突破 至少也需要半年 乃至一年的时间 方能真正地完成褪月 此次炼丹持续了一个月时间 想必大哥他们派来的人也到了 等我将丹药送出去后 便回来必死关 此次闭关 不达窦黄绝不出关 老师 等着我 弟子会极快提升势力 将你女父亲解救出来 放心吧 我在照看子言时 也会顺便替你护发的 既然如此 那便先多谢了 我先将药送出去 这是 卡庚大叔 这余品看着笑 当维力着实惊人 能中伤我女婿的同时 还能击杀我赫家两位强者 若是能多搞定这个东西 十几个一起丢出去 岂不是都往强者 也要粘逼锋芒 这个东西 你是从哪龙来的 在山中猎去魔兽时 偶然所得 可不可以说 我没事 我只好待 说了 我可以考虑封过你 我已经说过了 只是我在魔兽山脉中 偶然所得 最后我再给一次机会 说还是不说 住手 看来你是一心平死啊 这一剑蛇蜀 便用灵魂带来的提防了 好 好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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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大哥 啊 萧原兄弟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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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朋友 此乃是我何家之事 是 还请不要毒灌闲尸 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 敢来我喝家撒野 阁下究竟是什么人 今日之事 难道还真打算插手不成 移住香之内 离开青山镇 我可以当此事未曾发生过 真是后生可危啊 折磨多年 你是第一个敢 如此跟我说话的人 乳秀未干的小子 也敢口出狂言 就是 居然敢威胁家族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他怕是不知道 站在他面前的人是谁吧 救命 谢谢你兄弟 这次是我鲁莽了 不该连累你啊 卡钢大叔 放心吧 今日血战拥兵团 不会再有一人伤亡 看得起来 阁下不思寻仓人 但我喝家 也并非无名之辈 我喝家总肯江湖几世余载 敢与我喝家做爹地 就连青山真的走不去康 好 上 堵了他 这世界上 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总是那么多 这一把者 是为卡钢大的公道 杜 杜皇强者 你不得了 敌国之中 末子时候出现了 如此年轻的 当皇强者 黑猫 金销 小眼 你是阎盟盟主小眼 小盟主饶命哪 不知道小盟主 大家光临 心前多有得罪 还请小盟主 不要跟小人计较 怎么 不想留下我了 小盟主 别开玩笑了 刚才是我瞎的眼 才将主意 打到您的身上去的 现在知道您的身份 再救我几个胆子 我也不敢冒犯哪 您大人又大量 不要你小人一般典 夏大哥 他竟然真的是那个 打败了斗宗强者的 阎盟盟主 我居然 与阎盟盟主有交情 小盟主 前些日子 我贺家已收到 阎盟的邀请函 而小人也早就决定 要加入阎盟 前往阎盟 白剑盟主 没想到 这么快就亲眼看见您了 果然是人中龙峰 十里超群 看来大哥已经开始 谋划壮大阎盟了 不小人 收拢帝国内的众多势力 确实必不可少 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 喝钱 只要对阎盟忠心 我自会记在心里 待日后有所攻击 虽不敢说 能让你直接突破之斗皇 可斗王巅峰 倒是不成问题 多谢盟主 我贺家定会终于严盟 鞠躬精彩 另外 血战拥兵团与我是旧事 今日只是可以接过 但日后你贺家 再暗中动什么手段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小盟主 今日是我贺钱不眨眼睛 得罪了您的朋友 日后定会给血战拥兵团的 几位当家赔罪 卡格纳叔 这丹药能在短时间之内 使你的伤势痊愈 不敢当 不敢当 没想到硝烟小兄弟 就是那盐盟盟主 我 今日之事已解决 卡格纳叔 灵儿 我还有药师在身 告辞 恭送硝盟主 恭送硝盟主 小大哥 怎么出去这么久 你气息波动越来越大 体内斗气也不断外衣 必须抓紧时间闭关了 刚才送丹药时 碰上了点小麻烦 体内斗气爆发后 这斗气便越来越不受控制 小丫头 我也要闭关了 希望等我出关时 你已经进化完毕了 不然的话 我就把你丢在这荒山野里 这次突破 至少也是半年光景 怕是要辛苦你了 等你闭关出来 我会回祖中一趟 这次回加马帝国 我还未曾回过蛇人族 需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不用 我们蛇人族不欢迎人来 时间紧迫 我立刻开始闭死关 神域子言 就拜托你了 看来这家伙 是怕去蛇人族 希望你们 能顺利突破 我 没想到才刚刚开始 凝聚的斗气就强到了这个地步 竟然引来如此庞大的能量 这帮犯人的东西 空间封锁 这样一来就没事了 真是两个不让人省心的家务 这么多年来 还是第一次用这种办法召唤 什么 祖中遭遇大难 我必须回去 等事情解决完毕后 我会回来的 这道防御足够保护你们在此完成境界了 这道文字无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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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为Сп suo 这道文字无法写 有人买过了 右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里是 魂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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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灵魂冲击 恐怕比雾乌法都强 至少老师还活着 只要还活着 那么便一切都有机会 彩铃呢 这是 蛇人族出事了 按他所说 事情解决之后会再次回来 难道 到现在还未完成 看来蛇人族 此次的麻烦不小啊 罢了 这段时间 就让我来守护他吧 正好竟接了窦皇 地影诀第二世的翻海印 也可以修炼了 那么 下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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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 啊 恐怕整个山谷也承受不了这一击 先拿采琳的封印试试 翻牌尽 斗宗的封印都承受不住 果然还是采琳的功法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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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言 是要进阶成功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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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紫园 这家伙还是孩子猩猩 快摔上 怎么回事 看来你虽然进入六间 也还没彻底化解掉 化形草的药力啊 你还像 都怪你都怪你 安静点 不然就不给你练制化形男 让你一辈子都是这个模样 该死的化形草 这样也不错呀 多讨人喜欢 口是心非 你明明最喜欢刚才那样的体型 彩琳姐说了 你们男人都这样 好了 既然你已经进阶成功 我们就回去吧 这是彩琳姐留下的 他回去解决蛇人族的问题 可能遇到了麻烦 等出去后 我们可以去帮帮他 你先后退 我来打破他 就知道用蛮力 跟我来 我带你出去 差点忘了 你对各种节节免疫 走散出来了 走吧 嗯 你干嘛 一路飞来 似乎有些太安静了 周围没有魔术的气息 不过空气好像有点异味 小心 空气中有毒 是那个人放的 不是 这毒气与他相比 简直天差地别 不过 为何会扩散出这么多 这毒气 跟我来 好好驿 回门投降吧 我此城内 一个火口都别想留下 可不 going tah oh 在 kinds of nim 别想了 它不过是在玩猫猪耗子的游戏罢了 不可能放过我们的 烛气已经蔓延上来了 与其等死 不如开了尘门 统一一事搬坑 或许还有一心生计 打开尘门 期限投降 你们可真乖 无信慢慢发作 你们就乖乖等死吧 我们已经投降了 可恶啊 已经出尔反尔 不跟你们玩了 都紧接着放去吧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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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炎兄弟 小大哥 小盟主 你可才来的 不好 是甲马帝国的强者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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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仁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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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丹药划到水里 给中毒的人服用 是 多谢盟主 卡根大叔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刚才那些家伙 应该是毒师吧 我闭关了一段时间 难怪萧远兄弟不知情 那些毒宗之人 趁着战乱渗透帝国 在我国为非作歹 战乱 没错 如今帝国 被那毒宗连守秦燕宗 和木兰谷 搅得天翻地覆 听说 三宗连军 已经濒临黑山药塞城下了 既然如此 那萧炎也就不多留了 诸位保重 蒙主保重 小美人儿 你们凌延城已经被我们攻破 三宗联盟的人早已杀入加玛帝国 你还能跑哪儿去 混蛋 等我能伤势恢复 定把你们撕碎 嘿嘿 尽快解决掉塔吧 我们深入加玛帝国太多了 万一遇到其他强者就麻烦了 看来 要辜负女王陛下的冲托了 你没事吧 你是驾马帝国的人 若不怕是毒药的话 可以试试吃下去 好强的弹药 多谢 我是蛇人族的月妹 这位朋友 经燕宗办事 还望不要插手 小心伤了何气 经燕宗 我正想会会 莲香西域也不分时候 我还报 斗黄强者 不要让他们跑了 逃得掉 不知斗黄大人明慧 月妹统领 你难道真的忘了当年那个 被你追杀千里的硝烟吗 我们蛇人队的敌人 永远不死不休 把你的秘密告诉姐姐 刚刚不是挺厉害的吗 是你 月妹统领记起来了 你想怎样 放心吧月妹统领 硝烟可不是什么小度量之人 硝烟 盐盟之主 说不上主人 只是整合了帝国内部的势力罢了 果然是你 不过你这盟主 可真不负责任 盐盟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一直都未出现 若非我们女王陛下 盐盟早就和加玛帝国一起 被三宗盟军灭了 这段时间我都在闭关 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 听说黑山要塞正被三宗包围 那边局势如何了 独宗宗主的实力 不输女王陛下 他独攻鬼滅 盐盟众多强者联手 也难抵一耳 金燕宗的宗主燕落天 实力虽不及独宗宗主 但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 斗宗强者 而木兰谷 由三位斗皇巅峰的强者 修炼了一套合战功法 战力堪比斗宗 女王陛下跟那位独宗宗主 交了几次手 双方各有损伤 但因为金燕宗和木兰谷的存在 女王陛下却不敢闭关养伤 如今黑山要塞 照顾保喜 什么 彩琳姐姐受伤了 小爷 我们赶紧去帮彩琳姐姐吧 先带我们去黑山要塞 嗯 彩琳 坚持住 我马上便来 敌人